好,回來第三節 我們講完中原會戰 我們講完國民黨的內鬥 我們講一下鄭江山 我們講一下共產黨 八一暴動,南昌暴動之後 又秋收,又兩湖,又廣州暴動 家家民都失敗了 那怎麼辦呢? 我想有一個觀念大家要清楚 第一,共產黨一直都在說土地改革 分土地 分田分地 工人 之前一直是搞工會 所以南昌暴動 三天後就撤退 離開後就主要是南下廣州 中間我們不要說 最重要的是八月七日 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之後 定些賊女就派毛澤東去長山 搞一個秋收起義 毛澤東當中又遲到 被人拘捕了 拘捕了兩天逃脫 最後他本來那裡有五千兵馬 結果他就去到法國不妥 第一,那些人又殘兵 第二,去打長山有沒有搞錯 真的搞長山有份 打長山怎麼打 大城市打不到 大城市打不到 最後毛澤東又聽見 南下那裡又失利 最後呢 不如帶著二千人 不如走路 上山做差 他在幾個大城市裏面搞個暴動 都失敗了 毛澤東就歸納了整個失敗的原因 大城市打不到 不如好像梁山兄弟那樣 上山 上山 落足為高 在這裏說到 毛澤東其實一直很受李大超的思想影響 陳獨秀李大超的時候 早期李大超一直說 以農民改革 以農民為主 毛澤東就很受他思想影響 然後索勝就上山 落草為寇 大兵 而當時我們在說中國 很多省和省中間 群山 深山大野裡面 很多村落 很多土地 很多農民 政府軍官都沒有進去 所以他們就帶來 去請江山 請江山當時有兩組兵隊 有那個 余文才 王佐 其實他們都是共產黨 最初是山策來的 山策來的 然後加入共產黨 後來被捕捉共產黨 兩組合併了 於是就在請江山 這個落草為寇 他就 於是開始進行 他在一個 毛澤東某個程度上 其實也有幾個謀略的 因為我們經常看三個演譽 水公 沒有什麼 中國人最主要看三道書 第一就是三個演譽 第二就是洪流夢 第三就是水虎轉 水虎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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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人家產那些 就是女兒心 那些是爭拳斷 老實說 我從來沒有試過一次 看完整本《洪流夢》 但我嘗試過一次 看完整部《洪流夢》的劇集 說悶到爆 那個是拍得不好的 其實拍得不好也沒關係 真的悶到爆 如果是先生拍的就一定行 你看到那個臨袋 你就想蓋過兩巴 弱質千萬 很明顯 天天死老爸的樣子 1949年之後 在大陸主要是學術 你知道嗎 毛澤東主力提倡洪流夢 好 說到這裡 其實呢 上井江山 這個事件 是可以這樣看的 當時呢 因為共產黨的軍隊 他不夠實力的 而且呢 他那些人呢 也都沒有受過什麼軍事訓練 所謂呢 就是 集役成球的烏合之中 所以他要上去 要維持自己的實力呢 就必定要去一些 國民黨軍隊去不到的地方 好 請幫我先去哪裏 就是在江西的西南面 就剛剛跟湖南交界的地方 那今天是旅遊區來的 當時來講呢 羅宵三物中央 當時來講呢 國民黨的軍隊呢 還沒有去到的 那些山區 那些全部去不到的時候呢 他們就上去 標準山區 而且呢 為什麼要上山呢 蘇維埃的做法 蘇聯的做法就是 一定要在城市 這個呢 當時中共中央 李立三為首的 都說是城市的 都說是城市的 沒錯了 那所以呢 毛澤東上山下為購呢 基本上呢 中國中央呢 不是反中央的 對應為 喂這個 不是很好看喔 但沒辦法 那當時來講呢 因為他們實際呢 在這個山區裡面 要保留實力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時來講 在山區呢 多農民 多農民就可以自給自足 你想想 你帶著兵 是 又沒有錢 又沒有食 還有井江山都土地肥沃的 是的 都是樹木 有山有水 那些農民 可以呢 給你食物 可以吸養 就是給你一些 物資 給你糧食 其實都是不錯的 其實最重要 毛澤東真是一個土包治 來的 未流過學 未出過藥 他 本家無農 無農起家 所以他對於農民來講 特別有感情的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基本上 大班是殘兵 而這班殘兵 即是 他就熟讀三個演員 最重要是走為上將 是 所以 一夜不敢走 就走上山 毛澤東呢 其實很小時候 已經有那個謀略的了 熟讀三個演員 我看過那本書 即是他老爸罵 那個臭小子的時候 他說不家產巨仔 他站在 站在井 旁邊 他說不要罵我 跳下去 那他老爸見到 說不家產巨仔 你是瘋子嗎 對 喊我 讓他大賭 那他真的不打他了 你看看 這些年輕人 已經有這些謀略了 那時候還誣衊 對阿叔欺負他 他試過跟老爸求訴 無論怎麼說 他是一個有權謀的人 是 那 而且呢 他做過 他對於農民來說 其實他真的做過幾次調查 在湖南地方有做過調查 在河南地方有做過調查 那 所以呢 但是呢 他在共產黨來說 對於農民的認識 其實他是數一數二的 那 因此呢 他是用這個策略 但是當然啦 這個策略呢 當時來說 不會 對他來說 不是一個好的資產 反之是一個負資產 很多人呢 尤其當時 留學蘇聯那幫人呢 就說他 離京半島 不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做事 你應該是先搶佔大城市 對嗎 但是搶佔大城市 輸了幾個 但毛澤東很厲害 他採力都傻 他帶著兵 二千就二千 上山 扯就下草圍甲 其實發尾大 井崗山不是一個山 搞清楚井崗山四千平方公里 整個發尾多大 整個山脈 五十萬人口 這個不小的數目 二千人去統治這個範圍 四千名蜂圍甲 政府軍入哪場莫及 政府 又沒有政府軍 那些民兵 那些民兵 那些民兵打到二千支槍 退惡 於是他就建立一個 所謂人民軍隊 是 他這裏就 在毛澤東 在井崗山裡 建立了幾個制度 是 那個制度就是 第一 黨治軍 退惡由頭到尾是黨代表 因為當時八七派對黨代表身份 黨治軍 退惡是真的 第二 人民軍隊 第三 思想教育 因為其實那些軍隊 很多 有些是國民黨俘虜 有些是 農民 有些是山賊 山賊 那些人說 我們要救國 要讓 我們要分田分地 思想教育的軍隊 武裝軍隊 這些是武裝師 第三 就是他實行一個 土地改革 上一山 一開始 實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所有土地平分 其實 後期建立 中國蘇維 喊政權的時候 第二次分土地 不是這樣分 這次分土地 雖然很多人高興 但很多人不高興 很多農民 有些叫 富農或中農 其實都有土地 都要交出來 都被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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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分大了 他交不知多少帽 交五帽 可能分十帽 都叫開心 但總有些不高興 分那時候 是 無緣無故把我的給了你 為甚麼搞錯 我回香港很甜 比十帽 三邊 大哥 河邊變三邊 有沒有搞錯 當時是有些熱情 還有分別人做老婆 有很多富農 地主 打地主 人數少 三七四次 打死地主 分了老婆 分他錢 分還老婆 哇 多開心 當時很多農民 沒有妻 沒有妻 很容易 即是沒有能力去娶老婆 又有老婆 又有家室 多開心 建立了一個穩健政權 然後最後樓下廣東那些 朱德、須兵、南下廣東 結果被人打得落花流水 又要穿上去 結果不上去 投靠 說得好聽的 叫做朱無匯師 是吧 不好聽的就是 你投靠毛澤東 大哥 在寧江 在寧江的地方 朱無匯師 好像帶著殘兵來的 被人追了九條街 其實 雖然我們講很多毛澤東 但是呢 在當時來講 毛澤東呢 不是一個第一線的人物 反之呢 他當時來講 在這個蘇區 即是在這個鄭江山的地方 是比較有名 但是呢 在整個中共政權來講 或者在中共的組織來講 他不是第一線人物 是靚 剛才提到啦 鄭江山今天來講 就是一個旅遊勝地 如果大家呢 講了一點小故事 如果大家呢 有舊版人民幣呢 那你會發覺呢 舊版人民幣的一百元 後面呢 就是井江山的一個風景 這個就是五子山 現在沒有了 現在人民幣沒有了 那不然 這個人民幣呢 當時來說 五子山呢 就代表著五個 五個建國時候 即是建立政權時候的 一些緣分 即是一些開國功臣 那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去鄭江山呢 你會發覺 現在來說呢 有幾個重點的地區呢 大家可以去看的 其中一個呢 就是在 無平的地方 無平的地方 當時呢 是 毛澤東在那裏 建立一個 所謂邊界的 蘇維埃政權 那裏呢 曾經在那裏呢 辦過工的 這個呢 大家可以 有時間的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到的話呢 就不妨留意一下 那我們在這裏呢 都講講呢 鄭江山當時 所謂建立紅軍 即是三大任務 打土 打地主 消滅土豪 然後就建立人民軍隊 那時候是紅軍 他們基本上呢 就沒有錢的 即是不會 好像國民黨當時 軍隊給大洋 是一個大洋一個月 那沒有的 第一沒有的 那之後有什麼呢 食物 給你三餐 你吃 給你一些零用錢 即是 可能買煙買爺 對 基本上就沒有錢 但是最重要的是 思想教育 經常哄兵 不斷哄就不斷哄 不斷哄 將來會打天下 怎樣怎樣怎樣 分田分地 做好像很偉大的事 那當然呢 分了錢給農民 現在開心了 看到紅軍 那時候 蕭炎起勁 哇 大佬 蕭炎起勁 哇 你恩人的 分田給我 以前那些農民很窮 有窮 連鑊也沒有 哇 然後分田分地 走到地主間屋 拿一個鑊回家 多開心 是啊 因為當時那些農民 是很慘的 是被人輕壓 也被人折磨 又沒有地位 突然有人告訴他們 喂 我很重視你 我幫你打天下 大家一起去分享 打天下的成果 當時是很吸引的 對於他們來說 所以這個就是 中共在這個地方建立蘇區 這個政權 這類的政權 其實當時對國民黨來說 是很大的打擊 而且最重要的是 武裝功勞 那些農民 其實耕田是耕田 不過他們又學到 你看看 是熟讀生外議員 就學了諸葛良 團兵 是 平時 就耕田 打仗就做兵 打仗就做兵 那些農民 那些農民 都教他們 當然 如果大家有 看看那些 那些 紅燈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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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訓練 那些 這就 他這個 終完大使之後就圍繳了 圍繞了四次都輸 原因是去武裝農民 同時醒江山半年左右 朱德日來 帶了一整晚的人不少 是啊 沒錯 所以去到 他們上了去鄭江山之後 他們不只是一個靜態 上去就算了 當他們一去到鄭江山 面臨第一次 國民黨的剿共 第一次的圍剿 不過當時來講 就是用江西的部隊 即是國民黨用江西的部隊去圍剿他們 所以朱德和毛澤東 當時想 咦 怎樣去 怎樣做法好呢 於是他們就離開了鄭江山 就沿著江西的南邊 這路就走下去 什麼呢 走下去福建的西邊 就去到一個地方 就叫做 上航的古田 就開了一次古田會議 那這次古田會議 那個影響力很大 那就相當重要 第一就是 訂立了黨支軍 第二就是 軍隊裡面 就有政委 毛澤東是一個政委 朱德雖然說作為軍長 都聽毛澤東說 是 比例上不對 毛澤東兩千兵 朱德一萬 不過他就是地主 他真正是地主 所以朱德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是政委黨代表 這是第一建立 第二其實他當時也定了一個 所謂的三大紀律 六項主義 後期也變成三大紀律 八項主義 人民解放軍 三八三八 這些真的是三八 某個程度上 他們也定了一些吸引人心 以及建立他黨的地位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整個過程下 沒有蘇聯顧問在這裏 對毛澤東是很開心的事 沒有人在外面指示 你怎樣 是啊 當時來說 由於在古田會議裡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確立了黨對於軍的領導 這個 我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看 其實正正 是當時來說 蔣介石想做的事 蔣介石就是 想建立一個黨系統 去指揮國民黨裡面的軍隊 但是他當時來說 因為蔣介石是軍人出身 所以他起用的部隊 起用自己的親信 很多都是軍人 所以在國民黨裡面 就做不到這件事 在當時來說 現在在古田會議 共產黨就確立了用黨去指導軍的話 那時候就令到當時的軍權 掌握在共產黨裡面 這個有好有不好的 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對到後來 如果要將軍隊 是變成國家擁有的 即是脫離開政黨的影響的話 這個就做不到了 做到了 所以今天他也做不到 是的 這個就是種下了 現在 今天 就是中國的體制裡面 一些 一些特別的體制 在古田會議裡面 基本上就做了這個決定 也都在古田會議裡面 將當時來說 一些軍閥裡面 一些漏襲 將它透過這個指示 這個黨的指示 將它廢除了 譬如說 不可以打新兵 不可以虐待俘虜等等 但是當時來講 做不做得到呢 這個後話 其實 講到不虐待俘虜 其實 紅軍真的做到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兵源 他的兵源 是兩種的 第一靠自己的批 第二是俘虜別人 那些 那俘虜過來的 當然是對得好些 大哥 一回來當然對得好些 然後就叫他 給他打人 大哥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這些就是做到 原因是 哄人 幫他吸納他過來 吸引他 幫他賣命 這樣 當時來講 就建立了蘇區 所謂的蘇區 是指什麼呢 當時來講 就是 在邊界裡面 以蘇為哀的政策 以及以土地革命 分土地為特色的一些政權 當時來講 根據1931年的文件去看 當時有六大的蘇區 這六大的蘇區是哪裡呢 包括當時的江西 湖南 以及湖北交界的地方 以及包括當時的井江山 以及瑞金這個地方 這就是第一個 叫中央蘇區 佔領到哪裡就哪裡有蘇區 就是建立了 亦都說回蘇區 本身全名叫蘇華埃政府 中華蘇維埃 最後在瑞金那個叫蘇華埃蘇維埃 之前有什麼叫蘇維埃 什麼叫蘇維埃 沒錯 其實所謂蘇維埃 其實完全 這個概念 是模仿毛澤東的 鄭安先生 基本上整個蘇維埃 分田分地分野 整個在共產黨的 整個體制發展當中 是確立的 就是毛澤東自己 從鄭安先生開始 於是大家就 有版何版 有樣學樣 就是copycat 所以一開始 鄭安先生 蘇維埃 就找了毛澤東做主席 所以後期到最後 都是對做中華蘇維埃的主席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哪裡呢 問題就是毛澤東本身 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嚴格說 就是真的 晚輩都不晚輩 只是靚 基本上 所以變成中間過程 就是這樣說 所有做領導 之前誰不是靚 我們說蔣介石 又怎會不是靚 所以 所以 除了一個孫中山之外 一開始 一出 他已經是一個 不誓之人之外 其他有誰不是靚 出身的 所以毛澤東在那個年代 是一個靚 很正常 就是不起眼的東西 但是他這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其實就是很要命 直接影響當時的國民黨中央 這個影響就是 當時中央軍在打中華大戰 沒有空間 然後派一些地區軍去圍剿退 所以為什麼說 最後五次都完成 其實這真正顯示一件事 其實當時 中國所有的蔣介石統一 很多地區 荒山野嶺 小鄉小鎮 都不猜不到 沒想到 其實 麥卿說到五次圍剿 基本上 就是第一、二次 都是用江西和湖南地方的軍隊去圍剿的 那當然 那些地方軍的質素和裝備 都是比較弱的 到第三次 就真的來了 就是三省匯斯 就是在廣東、湖南和江西 三個地方都派軍隊去圍剿 到第四次和第五次 就是用德國顧問 就是用外國的軍事思想 去對付共產黨 在第五次 其實是成功的 那第五次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所謂的 就是用刁補政策 這個是穩打的 我們先講講 第一次的 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 看不起眼淚 結果終於被他吃回頭 那第五次其實就是 中元匯斯 中元匯戰結束了 1903年了 結束了中元匯戰之後 就親身一百萬大軍 我有時間了 我有精神了 穩打穩摘 接著就 第一次穩打穩摘 接著就 沿途切碉堡 去到哪裡 砌成堡先 即是那時候是碉堡仔 第二次的問題就是 蘇維埃區本身 我們剛才說的 井岡山範圍四千公里 五十萬人口 到最後 整個蘇維埃區各區 加上七千平方公里 說好像很大 但是 你自己的紅軍 在經過這幾年 其實1928年到1930年 發展由兩萬人 最後發展到二十萬大軍 最後 最後是三十萬大軍 在整個蘇維埃區 其實區埃區相對來說 變小了 第二 經濟吸引就沒有了 大陣子 農民說 我幫你耕田 不夠吃 你紅軍來分 以前分地給我 現在我分食物給你 其實在整個 第五次圍繞 也是因為經濟封鎖 用經濟封鎖 令到紅軍的吸引是少了 這個也是對他們有很大的戰兵傷 而且 當時 中央蘇區裡面 共產黨內部 出現了一個不好的現象 這個不好的現象就是 整肅自己人 所謂的AB團事件 沒錯 所以AB團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懷疑自己的黨裡面 有內鬼 於是 然後 疑神疑鬼之下 就是人都捉來 找人來回答 就是 有排斥異己 到最後就是排斥異己了 所以變成令到 當時來說 蘇區的人心不穩 也造成了 後來被迫要離開井江山 你要離開這個 是瑞金的這個舉動 其實 頭那四次 即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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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充滿了 但是第五次的時候 譬如說 李德 李德 他已經統率了紅軍 因為統率是 即是那些 那些高高在上 高過毛澤東的背貌的人 是 問我來 我來 於是他們在某程度 也不用毛澤東的思想 而是主動出擊 高虛四次贏 話贏 其實是流鼠 人們追你 追追 然後兜了血 軍尾拾兵人 現在他想著 人多三十萬大軍 我正面砌過 趙秋 趙秋 這個在歷史上是一個很大的疑案 當時博古的原名叫秦邦憲 這個就是留學蘇聯的一個代表 一個留學蘇聯的學生 後來代表共產國際回到中國 同時間共產國際派了另一個人叫做李德 李德這個人就是共產國際派去的 雖然叫做李德 其實他是德國人 據聞就是在德國曾經打過一連仗 讀過一些軍校 於是就去蘇區代表共產國際去指揮軍隊 傳聞就是當時博古十分信任李德 當時來說在第五次為止的時候 當時井岡山那個應該這麼說是中央蘇區的領導 是由李德 博古和周恩來負責的 周恩來本身是一個十分之調和型的領袖 變成了面對著共產國際 李德和博古 基本上他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所以李德就說了 而不行 要執行共產國際的做法 就是要跟他正面交鋒 對 沒錯 而且看到一些碉堡 要出去剷除 主動出擊 所以就造成極大的傷亡 這個傷亡就慘了 對共軍就很大損失了 第一 第二 中央包圍一百萬大軍 對 當然 一百萬大軍是包圍你 五十萬是攻堅 當中有一半是攻堅 哇 大吃小吃下去 那你跟別人正面對撼 大哥 那時候說三十萬大軍 不要忘記 當時槍鞋不多 可能那些農民拿著叉 政府軍就用一些精銳的部隊 槍跑啊 你就拿著一個槍 拿著一個叉 拿著一個叉 挑創的那些叉 喂 我們有時候看那些洋版戲 什麼紅燈籠啊 什麼白毛鋁啊 那些 用那些去跟中央軍砌 多多不夠砌 是啊 當時來說呢 雖然說兵多 但是武器少 平均是怎麼樣呢 平均是五個兵 只有三支槍而已 有的 其餘那兩個呢 就是用那些傳統武器 刀啊 叉啊 去對抗 那所以呢 在第五次為止的時候呢 如果你用這樣的戰略去對付 就是去應戰 不用用激戰 更壞 基本上都是很慘的 而且呢 當時來說呢 蔣介石呢 開始用空軍了 去對付這個蘇區裡面的人 炸裏 頭的四次 毛澤東有個爭言 就是敵盡我退 敵鑽我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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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 完全是游擊戰術 是 毛澤東一身人有自知之明 那他自知 你不碰的時候呢 他就散鑽 敵鑽 敵鑽鑽鑽 敵鑽鑽鑽 當時不碰 他就散鑽鑽 大佬你走啊走啊 說正面交鋒 那 也某個程度上 第五次圍繳的時候 最後呢 鑽鑽 毛澤東把大權 嚴格說到他當時是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 某個程度上 他的聲望地位不低 但是整個指揮大權 那麽人交給鑽鑽鑽鑽鑽 不好意思 這就是冷未到 這方面不可以說 這意思因為 為什麼呢 不好意思啊 雖然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 在當時來說 中國共產黨呢 是分開三個權的 軍權 黨權 還有 對外交涉權 交涉權就是和共產國際那個關係 其實三個權毛澤東都栽不住 所以很大程度上 在井江山的後期 其實毛澤東只是做一些很閒散的工作 做一些調查 做一些研究 完全不是駁股的對手 在軍事上也要全部聽到李德 周恩來當時來說 可以這麼說是毛澤東的上司 所以這個情況 大家今天看起來好像說 不是說毛澤東一開始就是紅太陽 其實不是的 毛澤東在這個 算是星星 是啊 他真的是星星 星光的星 其實他當時來說 還沒有擁有權力 只不過是一個名字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後來 毛澤東的戰術 比博古和李德批評得很厲害 就是說他打油擊戰 基本上是一個失敗主義 找不到吃的 看到一個爪壓 有什麼用呢 在這個階段也提到 最後第二次遺矯是成功的 蘇哥一直縮小 毛澤東發覺不碰檔 即是博古也覺得不碰檔 最後就撤退走 撤退走 那當時 最後就終於紅軍正式 所以 最後就跨越10月10日 去宣佈25000里長征 我覺得下集我們要講到一個長征 這個很吊詭的 其實是劉書 即是後面被人追 不過 吊詭了什麼呢 他走的時候 帶三萬萬大軍走 是 沒錯 那怎樣走呢 如果大家聽三角演義 就要對 沒有